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意思是上街头部 头圆以象征原始 下通身体主干 以及研制于四肢躯干 以象征万物的逐步繁衍 是身体的特殊位置 且又是思想与行动联系的重要连接位置 因此对于脖子的重要性是不容小视的 脖子正直 风龙 光润的人大跪 正直 风源 坚实的人大处 风源 皱蝶如衣服的人有富也有寿灯 因此 脖子在象征中的重要性也很突出 以下 小编从脖子的几个方面讲解一下 由脖子了解人生的富贵评鉴 希望大家受益 一 脖子的宽厚 也就是指脖子从正面看上去的粗细程度 脖子应以风源结实为佳 也就是脖子要饱满圆润 肌肉结实 肤色以光润亮则为佳 此类脖子的人在孕途上会有不俗的表现 财运上也是较好的 事业也不用过于劳心费力 甚至还会有不劳而获的可能 同时也会伏及家人 进而也会有助于家孕的旺盛 但如果过粗 则此人虽然有瘦 但福分薄 反之 如果脖子过细 肌肉松弛的话 则孕途相对难以十分通达 事业上也需要有一定的耐心和磨砺 财运相对来说也是劳多功少 想要有突出的表现也是需要一定的努力 甚至会遭遇瓶颈而不能自拔等 同时 脖子过细的人也容易出现消极的情绪 容易出现怨天尤人或自暴自弃的不良情绪 二 脖子的长短 脖子的长短要看个人的胖瘦情况而定 如果身材较胖 则脖子可以稍短一些 如果身材偏瘦 则脖子可以偏长一些 但不可过长 也就是肉多则包裹的也相对多一些的情况 此类人做事相对较为顺心 机遇较多 贵人多住 事业也能较为顺畅 属于逐步稳中有生的状况 家庭圆满和美 能够获得家人 朋友 同事等的支持和帮助 所以在个人运渡上也会表现得蒸蒸日上 反之 如果身材偏胖 脖子也偏长 瘦人脖子还偏短的话 此类人做事则是往往不尽如人意的 相对不顺或组织也会较多 且容易与人出现争执矛盾 待人煎物也要小心谨慎 小人是非也是较为多见的 需要警防因他人之事而惹祸上身 同时 脖子过长的人嫉妒心也较强 不利于人际关系 三 脖子的猴杰 猴杰是男性生理比较突出的表象 但无论从面相还是体相上来说 过于露骨的情况都是不利的 所以脖子上的猴杰过于明显 也是一个败笔 所以针对于较胖的人来说 如果猴杰过大 则会更为不利 其不利主要表现在运途上 以至于经常出现困难和组织 繁心事也相对较多 财运方面也相对较差 容易招致破财和疾病血光的状况 针对教授的人来说 如果猴杰过大 则也会有所制破 诸事萧条 发展难以相继 运途也是坎坷较多 过于露骨的情况 总会带给自身艰难的处境 越突入则也是越困窘的情况 但如果脖子上没有猴杰 或者猴杰可以忽略不见的话 此类人相对在运途 也会比较平坦顺利 即便遇到某些坎坷困阻 也能逐步引刃而解 或灵难有救 财运上也会有不错的表现 四 脖子的经脉 经脉也就是脖子上的血管 和支撑脖子运动的经 血液是供养头部营养的十分重要因素 但如果血管过于暴露 在皮肤的表层 则此类人做事喜欢张扬 且容易激动 很多情况下都容易莽撞莽从 没头没脑 但在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 则也相对的不计小节 容易与人亲近 因此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接触 血管如果较为贴服着皮肤 不是很明显的暴露在表层的话 则此类人做事比较细心认真 甚至会有较为被动的情况 不容易盲从激动 但人接物也比较得体大方 甚至会有心急较多 想法较多的情况 五 脖子上的纹路 纹路就是脖子上的横纹 如果脖子前面的横纹 正好在喉结之上 则说明运途组织难以发迹 且有自困酬成之忧 如果脖子前面的横纹 不在喉结上 则说明福气较高 但若横纹过多 以至于四五条以上 且过于深暗 则同样也是运势衰落的征兆 且身体健康较长 有力不从心之感 六 脖子的轻痒 也就是脖子朝前倾 还是朝后痒 如果脖子略为前倾 则此类人性情温和 做事相对较为顺畅如意 如果脖子略为后痒 则此类人相对较为严厉 做事一板一眼 难以融通 如果过于前倾 则此类人心系较多 做事细致认真 但过于多劳 且稍有自卑自意之感 如果过于后痒 则此类人性格较弱 或较强悍 若脖子中正直立的人 虽然性格正直 但稍显复活 七 脖子的比例 也就是脖子与头身的比例情况 如果比例相对匀秤的话 运途较好是肯定的 事业上也能有较好的发展 若再能把握机遇 则非常容易做出成绩 此类人性格较为稳定冷静 遇到突发情况时 也能理智地处理问题 也容易获得他人的信任 反之 脖子与头部比例失调 过于明显的话 则各方面都会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且还需要谨慎慢性疾病的侵扰 注意经济存续 谨慎入不敷出 总而言之 脖子歪斜 细小 示弱等都不是动良之才 很难有大的发现 斑痕无状 色泽不洁等 也是性情孤僻 反应持智之人 虽远谨而常闲者 最终也是清平 谨取歪斜者 究竟也是信毒 今天就讲述到这里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你们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有好的建议 欢迎留言评论 下期再见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